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又见面了 那我今天视频的主题呢是最近的爱用品分享 废话就不多说 直入主题咯 第一个呢是雪花秀的这个药草的洗面罩 我买的是一个套装有两块加一个造架 在用的那一块和造架都在洗澡间 所以这一块是我还没有用的 第二块 我觉得它很好用 首先呢它的泡沫是很细致的 然后洗得也很干净 我很喜欢那种洗完然后脸上的油分被带走的感觉 因为我的三角区还蛮油的 用这个呢就完全不用担心它洗不干净 然后它淡淡的那种人生的药草味也很舒服 很舒缓一点也不浓 所以我很喜欢它 然后另外一个要说的呢是这个 Biodoma的这一个lotion 这个Biodoma这个牌子它出名的是那个卸妆水嘛 但是我那天经过买了它的这个lotion也很好用 它是给敏感性肌肤用的 虽然我不是敏感性肌肤 但是呢用这个很舒服 完全不用担心给肢肤负担 而且它也很保湿 所以我很喜欢 这个是有大概250ml 这个我也考虑回购 然后它是无色无味这样很喜欢用 另外一个讲的是这个韩国的这个马油 它的包装还蛮漂亮的 只要它外的外包装是一个橘子的盒子 做的还蛮高档的 其实它价钱并不贵 它的质地呢 是这样子的 真的还 就是看起来蛮油 但是你擦上手呢 它很快就把油分给吸走了 我觉得还蛮好用的 但是呢 最近呢 悉尼正在转夏天嘛 它有点太油了 但是秋冬用的时候呢 是感觉很好的 然后它的味道呢 是淡淡的香味也蛮舒缓的 所以这个我也推荐秋冬季节的时候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这一个是个马油的面霜 然后另外一个呢 是 Inners Free的这个绿茶的这个精华 因为现在开始热了嘛 然后 这个精华呢 用起来完全就不会油腻 很清爽很舒服 味道嘛 虽然说它是绿茶 但是我其实 闻不出来绿茶的味道 但是它味道是蛮舒服蛮清新的 用后感蛮舒服的 我挺喜欢的 这个 以后夏天会考虑回购 然后最后一个呢 是一个香水 就是Jo Malone的这个 Well Blue Bell Colum 它的香味 重复我皆知就是很清新很好 很舒服的一个味道 我除了把它当香水用 我更多的时候呢 是有时候比如说 我觉得我压力蛮大的 或者是那天心情不好 嗯 需要一件 让自己高兴的事情 我就会把它喷在我的床上 然后你就闻着那个味道入睡 是很舒服很放松的一件事 嗯 然后第二天早上呢 它的味道有时候还没有散去的时候 你醒来的时候闻着这个味道 或者你翻动你的被子的时候 那个味道淡淡的散出来 我很放松 绝对一个赞 超舒服的 好啦那我今天的介绍就到此为止咯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